我是高宁兴 我的父亲是河道总督高宾 在我十四岁那年 我便入了宝亲王府 成为了红密的侧附近 后来父亲治理河道有功 我被封为了贵妃 可这一切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出生在高家 那个看似荣耀实在兵门的腹地 六岁那年 我失去了母亲 那个在我心中最温柔最坚强的女人 看着她在我的眼前惨死 而我却无能为力 可我的父亲不但没有一丝悲痛 还下令不让母亲 埋进高家的祖坟 然而仅仅过去了一年 父亲又将另外一个女人取进了门 我的童年是悲惨的 父亲的冷漠 继母的虐待 让我对这个家充满了恨意 我恨那些让母亲受辱遇难的人 我恨那个冷漠无情的父亲 所以我渴望全力 可望成为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后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母亲 为了让她能在高家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开始想尽办法要扳倒入阴 我不愿看着皇上如此爱重她 我曾经偏执地认为 只有她倒下了 我才能有出头之日 我身边的家平有些小聪明 经常为我出谋划策 帮着我一起对付皇后 可是我知道 家平只是看中了我显赫的家世 能够成为她和四阿哥的一棵遮阴大树 她并不是真心地效忠于我 可一次次地陷害 却根本无法撼动荣因的位置 当然让我愈加地被动 直到那一次 与贵人生下了满身金黄的勇气 可最终 我被淳飞安上了一个谋害能似的罪名 从那之后 我被禁足在了楚秀宫 可在我的父亲那里 我不仅没有得到安慰 她还妄想着 将命的女人的孩子送进皇宫 在她眼中 我似乎只是家族荣耀的一块垫脚石 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便契如必喜 后来我凭借着动听的戏曲 再次把皇上吸引来了楚秀宫 或许是因为忌惮高家的权势 我再次成为了宠妃 可在她的眼睛里 我似乎再也看不到往日的深情 她的心中 始终有着复查荣因内蒙温柔的身影 那极度的滋味 犹如毒虫试咬 我把荣因当作此生头号的敌人 当我得知她怀上笼子后 我便下定决心要弄掉她腹中的孩子 我设计用陆雪引来一大片蝙蝠 趁乱将荣因从高台推下 荣因不仅失去了孩子 还昏迷不醒 我本以为太后会将 协理六宫的大权交给我 然而我终究还是败了 败给了那个看似柔弱 势则坚韧的魏依末 败给了那个曾经温婉贤淑 如今却心狠手辣的贤妃 他们联手设计 让我在万子千红的表演中受伤 背上的伤口 因精知的腐蚀 而久久不遇 那一刻我知道 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放下了所有的仇恨与不甘 我穿上最爱的戏服 为皇上跳完了最后一支舞 我扶在皇上的怀中 看着他担忧的面容 听着他动容的话语 我知道 他终究还是在乎我的 只是这份在乎 太过浅薄 太过短暂 那个站在全力巅峰的男人 他给了我无尽的宠爱 却也给了我最深的孤独 他眼中的我 或许只是高家的一枚棋子 是他平衡前朝后宫的工具 我渴望他的真心相待 哪怕只是一瞬 也足以让我甘之如意 我请求皇上 为我母亲证明 让他的领位 入住高家宗祠 这是我这一生 唯一的执念 这个愿望对于皇上来说 并不难实现 但对于我来说 却是用生命换来的代价 回望这一生 我既有荣耀 也有屈辱 既有欢笑 也有泪水 我曾是那个 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高贵妃 也曾是那个 孤独无助 渴望关爱的牛心儿 我这一生 爱过 恨过 争过 斗过 但最终却什么也没能留下 或许 这就是我的宿命吧